在大甲有一名印尼移工不堪雇主时常放无薪假 收入太少而逃逸寻找新工作 却因中风而被送往医院来急救 医院基于救人使命人先收治 但因为移工逃逸失去健保 无力负担衍生的30万医药费恐怕成为医院的呆账 院方就表示类似的情形在台湾的医疗机构都会发生 目前已经先寻求社福单位的协助 但政府相关单位仍需出面重视来解决问题 妻子照顾着病床上无助的丈夫 他们都是来自印尼的移工 但丈夫不堪雇主无薪假太多 收入太少进而逃离找寻新工作 变成失联移工而且失去健保身份 无奈上天捉弄让他中风瘫痪被送往医院 在连续假日的前一天送到我们的医院急诊 后来被诊到为脑干出血 那神经外科医师认为那个位置不适合开刀 做我们就说受到家务病房照顾做保守治疗 在得到医院妥善的治疗后 改名移工已经出院 期间院方安排物理治疗师协助附件 社工也有前来访市 移民署借获通报后 先请在台亲友担保给予宽带 目前这位移工已经治疗完毕 顺利的出院 移民署也将尽速协助办理出境事宜 也请移工朋友们相互提醒 如果变成非法逃逸移工 将无法享有台湾的健保 万一身重病更是求助无门 只是没有健保所衍生的30万医药费 移工夫妻根本无力支付 印尼办事处也仅能提供反国协助 目前医院已先寻求社福单位的帮忙 最坏的情况恐怕成为呆长 院方表示 在台市联移工因重病或意外求医 却付不起医药费的情形不断发生 呼吁政府相关单位仍需出面重视 解决问题 记者赖营台中采访报导